大家好,我是小安,又到了鹿肉肉的季节了。 大肚子,水桶腰不要愁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燃脂瘦身法, 让你越吃越瘦,身体越来越好。 我们先来准备一个苦瓜。 苦瓜非常苦,但是有很多人非常的喜欢吃。 那是为什么呢? 那自有它的苦处,我们就不多说了。 我们把苦瓜放入大碗中, 加入一勺清水, 把苦瓜的外皮给它洗一洗。 苦瓜的价格现在下来了。 我这个苦瓜,它没有要钱, 是我邻居奶奶送给我的。 你们那里苦瓜多少钱? 我们把苦瓜洗干净。 对半切开。 是苦瓜是苦的主要原因。 是苦的主要原因。 是苦的主要原因。 我们把苦瓜这个瘾给它挖掉。 我们把苦瓜切成条。 我们把苦瓜给它切成条。 苦瓜苦一点没关系,只要生活不苦。 每天快乐就没关系。 我们把苦瓜切成条。 我们把苦瓜给它切好。 放到小碗中备用。 我们再来准备老公买的黄瓜。 黄瓜是很多减肥朋友爱吃的食物。 也是我家老公的下酒菜。 清脆爽口,非常好吃。 苦瓜要选像我这样嫩一点的老的苦瓜, 它不好吃。 我们把黄瓜给它洗一洗。 尤其这个外表,感觉有点刺手的感觉。 一定给它洗干净。 不然在吃的时候,就会刺到你的嘴巴。 我们把黄瓜使劲地给它搓洗搓洗。 我们把黄瓜给它切成片。 片的大小随你都可以。 放到碗中备用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还没有脱单的柠檬。 这个柠檬它现在还没有脱单。 虽然长得颜值还可以。 但是它家里, 没房,也没有存款。 应该给它找个媒婆, 看一看还能不能讨到老公。 加入清水。 给它洗个澡, 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的。 洗干净好脱单。 柠檬的口感非常好。 平时可以做柠檬汁、柠檬茶。 柠檬味道非常酸, 可是我喜欢吃, 没办法, 我就喜欢吃酸的柠檬。 我们不需要准备的太多, 三四片就可以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生姜。 这个生姜, 应该是我老公剩下来的, 咱不要浪费。 我们把生姜给它切成片。 切好后, 让它和黄瓜搭配在一起。 我们把红枣给它抓洗抓洗, 给它洗干净。 剪成小块。 今天吃大哥的。 大哥的好吃。 我们把红枣给它洗干净。 放到小碗中备用。 我们再来准备适量的冰糖。 冰糖可以增加甜味, 去掉苦味。 冰糖不需要太多, 适量就可以。 我们再来准备一把洗干净的枸杞。 枸杞是我洗干净的。 你不用再写了。 看干净吗? 放在一旁备用。 我们现在来准备一口锅。 把所有食材加入锅中。 再加入适量的清水。 搅拌一下, 先开大火煮五分钟。 五分钟过后, 再开中小火煮十五分钟。 朋友们, 制作视频不易。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, 麻烦您洞洞能发财的小手, 给我点个赞吧。 辛苦, 辛苦感谢大家了。 时间到, 我们这道汤就煮得差不多了。 哇, 好香啊。 我们再加入适量的枸杞, 再给它煮个一两分钟的时间, 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现在有点热, 我们稍微晾凉几分钟, 就可以美美地开喝了。 食材非常的丰富。 如果不怕苦的朋友, 就可以直接开喝了。 怕苦的朋友, 可以加入几颗冰糖。 就没有苦味了。 今天我用的是黄瓜, 苦瓜, 还有生姜片, 大枣, 枸杞, 柠檬, 它们几个食物一起搭配起来。 每天这样喝一杯, 每天这样喝一碗。 保证让你会越来越瘦, 身材越来越好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收藏起来, 试着做一下哈。 好了, 朋友们, 家人们今天的视频分享, 就到这里了。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鼓励。 我们明天再见, 拜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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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会员是什么呢? 会员是什么呢? 感谢观看